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七百六十二集 五千年 我们是活不了那么久了 早已埋骨黄土中了 可是小叶子却当初在最巅峰的时期 多半会有生死大战 还不如现在就灭掉它 李黑水几人同意叶凡 以神念议论 这个时间段太敏感了 将来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本皇相信了 堪比吴时时代的大势将至了 除了诸王并起 连堪与大帝并论的圣灵都会出事 更有太古王族归来 将来要傲行人世间 没有逆天的战力是不行的 猴子并不吝啬 从手腕放出不少血液 神光璀璨 惊气四溢 直到摇池的人喊停 他才止血 叶减 你可真耿直啊 我想脱胎换血 现在正好用来尝试 这些废血无所谓 猴子说话很直接 让摇池的人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其实光滑闪耀 久俏齐章 吞吐日经 将躺落下来的所有圣血 都吸收了个干净 生气旺盛了很多 不断的颤动 我能摸摸他吗 小楠楠扑闪着大眼 声音软软的很是稀奇 小家伙看骑石 晶莹闪亮非常漂亮 很想凑近看看 没事 摸吧 大黑狗心中一动 阅祖带袍先答应了下来 他伸出小手 在九翘八孔的骑石上 轻轻的摸了一下 整块骑石突然一震 一动不动 像是受了惊吓 叶凡心中一动 小女孩是神鹰 难道其实有所感应不成吗 大黑狗更是露出异样之色 露出兴奋之色 再摸一摸 摇池的仙子无言了 这只狗也太不像话了吧 怎么当自己是主人了 其实我们是一家人 你们不知道 摇池最是了得 间接等于出了两位大帝 大黑狗磨叽 一不小心似乎说漏嘴了 急忙止住了话语 就在这时 神盲炫烂 小楠楠贴在那块石王上后 忽然流光一踩 无尽神华冲起 摇池的太上长老吃惊 说快让他停下来 想要阻止 却被神光推拒了出去 此时 九窍八孔的骑石在向外 喷波惊气 流向小楠楠的手臂中 仙池中灵气四溢 附近 兰芝芬芳 龙草清香 背身晶莹 万年灵药遍地 行刺三足金屋 神皇 麒麟一样的真琴异兽出没 宛如一个神话世界 九窍其时 清产 光芒赤生 如一缕一缕丝险 连到小楠楠的粉嫩手臂上 惊气流动 全部渗透了进去 摇池的几位太上长老 大吉想要阻止 却全都被一片彩光 推举了出来 根本无法靠近 每一个人都焦虑不安 他们呼喊着 赶紧阻止他 不要让石王有样 一起动手 掌指尖色彩缤纷 一道道浴光飞出 想将小楠楠拉开 解除石王的危局 楠楠 你怎么样了 叶凡很担心 快速上前问道 触碰彩光 却也被推了出来 不能临近 他咬我 小家伙呢 很委屈 嘟着小嘴 眼神清澈明亮 睫毛轻颤 没有痛吧 伤到哪儿没有啊 李黑水也关切地问 九俏石王 刘光逸才不断地颤抖 惊气喷波 涌入小女孩的手臂中 将他染上了一层 绚烂的光彩 如一个会发光的瓷娃娃 手心有点疼 他咬我不松开 小楠楠很无辜 皱着秀气的小穷鼻 没受到伤害就行 千万不能出事啊 摇迟的人彻底无言了 心中一意思愤懑 此时是石王再散 惊气这几个家伙 还在担心这个小娃娃 一位太上长老开口 说你们有办法 让他松手吗 你能远离其时吗 赶紧退回来 不然会有危险哦 摇迟圣女蹲下身来 耐心地与小楠楠对话 早晚是个大祸患 还不如吸干净了算了呢 大黑狗呲牙 神色兴奋 他巴不得小楠楠 将石王精气吸干 四狗 别乱说话 叶烦横了他一眼 儿后也让小楠楠后退 不然他们多半 走不出摇迟 楠楠也想后退 可是他咬住我的手心了 小楠楠嘟嘴 用力向后退 然而小手却被粘在了上面 这可如何是好啊 摇迟的人焦急 有人要去请西王母 甚至要引来一缕 急到盛威 大黑狗一听要动用急到圣兵 机灵灵地打了个冷颤 跳了起来 严惩有办法了 上前指点小楠楠 闭上眼睛 心中想象自己是一尊神灵 无所不能飘在空中 你在拖延时间吗 摇迟圣女很聪慧 不满地望向大黑狗 眸子中射出一缕缕神光 没有 我在以心灵引导术 让她放松下来 不然的话西王母来了 也分不开他们 大黑狗是阵阵有词 而后继续指点 你是一座神灵 俯视远古的大帝 山河壮丽万物出生 一切尽在你的脚下 你飞向咸语 大黑狗神神叨叨不停的磨叽 跟个老巫师一样 叽叽歪歪 没完没了 摇迟的女子们 虽然说都是好脾气 可却也是满门子黑线 想要以连足 在她大黑脸上踩上几脚 一位太上长老实在受不了她了 问她你在说什么呢 准备勾动摇迟内运的大盗 引来一缕 急到胜微 噓哗的一声 然而就在此刻 小楠楠的手松开了 悬浮而起 慢慢的远离了九窍旗时 不再汲取她的惊气 小女孩很认真 一丝不苟 一切都是在按照黑黄所说 闭着眼睛 慢慢幻想那些场景 浑身都在流动采光 跟一尊小仙子一样 她每一寸肌肤 都在闪烁光辉 迎如七彩流离 无侠无狗 竟有一种神圣契机在弥漫 净化人的心灵 真行啊 大黑狗咕弄了一句 闻听此话 所有人都想踩她 尤其是摇垂的青力仙子们 莫不怒目而视 我意思是说 这种古老的引导术 本皇从来没试过 未曾想到真管用啊 大黑狗赶紧解释 怕惹怒这帮仙子 嗖的一声 九窍狮王脱捆 像是受惊的老兔子一样 化成了一道神光 没入仙池中 再也不肯出来 真成精了 自己都会跑 刘寇怪叫 但凡石王皆可飞天断地 早已有了自己的灵石 比许多强大的修饰都要可怕 更不要说 将运生出圣灵的这块 九窍其实了 小楠楠一丝不苟 还在认真地感悟那些场景 竟然一下子冲天而去 发出无尽霞光 大黑狗惊叫 啊 举霞飞升啊 所有人都惊异 尤其是叶凡 还有李黑水几人 小女孩平日根本不会飞啊 此刻不仅悬浮而起 还破空而去 实在是惊人啊 摇池的人都正正出神 真的像飞仙一样 此时 小楠楠被仙光笼罩 如白日飞升 举霞而去 竟开辟出了一条通道来 像是要进入一个神秘的世界中 突然 一缕击倒纤维降临 如九重高天 压落了下来 每一个人都动弹不得 心神骇然 小楠楠惊叫 坠落了下来 不能再飞行 面对万丈高空 大眼中充满恐惧 叶凡浑身金色血气澎湃 勉强祭出万物母气顶 丝丝捋捋 上万道母气垂落 护住了她 她像是在背负上百万座大山 逆天而行 艰难的飞向空中 将坠落下来的小楠楠街主 推了回来 就这么一小段距离 却让她感受到了 无与伦比的可怕压力 若不是她的肉身强横 万物母气垂落 几乎不可能飞起 西黄塔 吴中天 江淮人 柳寇等人 莫不心惊 这一定是 以仙类绿金 铸成的几岛圣兵 西黄塔 有名仙类塔 主持人 早安 余避 夕英文 逢 估设 他是